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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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我叫韩雷 从小我就是个重度的动漫游戏爱好者 小时候所有的流行的漫画 我当时都有收藏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开始对游戏动漫类 它背后的设定产生了浓厚性 他一毕业后呢 我就入职了一家晚会制片公司 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和公司的平台 我在27岁的时候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制片公司 挣到了第一桶金 但是我的创作欲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于是我决定转型 做我自己更想做的事情 筹备和实施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想法得到了身边很多朋友的支持 最终呢 这份事业变成了我们共同的梦想 科幻电影里什么样 我们做出来就是什么样 人坐在巨大的一个机甲的内部来操作 设计和研发的过程 异常艰难 经过一次次失败和种种膜呢 我们才走到了今天 Move it boy Let the bass kick I get it poppin Let the bass kick I ge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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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来自制造未来公司的NK01 今天来到创业艺术会 我特意准备了这个节目 不知各位是否喜欢呢 喜欢 谢谢大家 下面让我们有请主持人 韦侯 我感觉我是第一次被外星人召唤的感觉 你好 你好 主持人 我们应该怎么叫你呢 怎么称呼你呢 请叫我NK01 没有 还挺有礼貌 请叫我NK01 坐在我们的创业驻战团当中的嘉宾 白云峰先生 是正在直播是吧 偷偷地直播 这么炫的节目 他可以直播你吗 请问NK01先生 没有问题 多谢多谢 来 你想近距离地看看他吗 真的我要看一下 你好 你好 有一个细节 我提醒我们现场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在载人机甲背后的大屏幕 呈现的图像 是我们载人机甲的主视觉 也就是说他头偏向了谁 他看到了哪里 我们已经在大屏幕上呈现出来了 来 看一下白总 来 原来是这样 哇 他是真的机器人吗 他叫载人机甲 这是他的科学的称呼 真的就是好像跟小时候看那种科幻电影一样的感觉 对 我考一下白总 他除了跳舞 他应该还可以干点什么呢 突然想到了 你要他抱我吗 能抱得起来吗 NK01先生 我觉得拥抱是可以的 但是拱住吗 他好矜持啊 他说拥抱是可以的 反应我们战胜了 反而应该是男的抱女的的是不是那种感觉 就是说你被这种旁人当务拥抱是那种感觉 刚才那一刻你有点慌乱 也有点羞怯 那关于他更多的一些功能 也许待会我们会在节目现场一一的为大家呈现 好不好 NK01 我和白总先回去了 好的 辛苦二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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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我们拿到这个材料的时候 在简单的翻译的时候 我们以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可能视频demo啊 没想到来了一个食物 所以这给我们的冲击感还是非常强 我想这一点给这个项目大大的加分呢 第一印象就非常好 有冲击力 接下来可以由各位在座的嘉宾问我问题 随便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 你能拖起最大的重量是多少 好 我提到第一个问题 可以让我的CEO来帮你回答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的这个直播的粉丝有一个人问 说打你一拳会是什么反应呢 这个问题我现在可以回答 打我一拳 他会很痛 那好了 接下来就用请我们的CEO 喊雷先生登场 让他为大家来解答所有的问题 用心喊雷 好 恩恵雷同学辛苦了 各位老师好 来 好的 下面这个叫我给你了 好嘞 好嘞 各位 再见 热情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做的项目呢 叫大型载人娱乐机器人项目 这个项目呢 目前在全球属于一个全新的方向 我先简单的把我们整个项目 大概的做个简介 首先大家看到的最左边这款呢 其实就刚才NK01了 是我们第一款产品 我们叫外骨格式的机甲 NK01 我们呢 以这机器人艺人的方式在运营它 再推出不到短短半年的时间吧 我们得到了42个商业项目的邀约 包含晚会项目 真人秀 电影 IP合作开发 定制 产品购买 包括还有俄罗斯的项目 和印度宝莱坞的项目 也找到过我们 第二个呢 是我们正在开发的 就是驾驶舱式的机甲 这个产品是3米5高左右 用户可以则在内部去体验 真实的客观电影中的机甲驾驶体验 目前呢 只有日本人有一台 美国人有一台 我们呢 现在正在开发 然后我们的可验方已经完成了 其实这楼融资主要也是用于它的投产 服务机器人现在竞争非常非常激烈 但是在娱乐机器人方向呢 目前还没有一款特别特别出色的产品出现 我们的目标呢 是希望做成一家世界级的娱乐机器人公司 我们的融资需求是700个人民币 释放10%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欢迎韩雷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韩雷自己是不是一个科幻迷啊 应该是一个游戏家科幻的发烧友 一个综合体啊 那所以呢 投入到这个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抢头了 来来来来 掌声送给米蕾先生啊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硬科技项目 又跟黑科技沾边 又跟科幻沾边 所以这个项目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你预测一下 待会儿会不会有很多投资人跟你抢 刚才已经有很多人要抢了 那你怎么拨开他们的双手 按下了这个灯呢 做好了准备 全力负责抢这个抢头键 对于这个项目 我是非常看好 在看视频的时候 我就已经决定要抢头 所以说在抢头的时候 我是第一时间就抢头了 而且在其他人也想抢头的情况下 还是被我抢到了 大家都可能都知道 我是相对比较谨慎的人 在创业英雄会这么久来 从来没有抢头过 但是刚才我的手摁上去 却没抢到 特别有意思 录了这么多次 我发现有吴总 还有米总 实际上是两个特别谨慎的人 今天我发现他把特别疯狂了 觉得 他们两个情绪被点燃了 被点燃了 我已经按了 结果来不及了 所以这个 因为你做的前排 对 有劣势 大家都比较急着强 因为它真的是有技术含量的 实实在在的东西 如果说只是它来勾勒一个 我有什么机器人的创向 而实际上 并没有这样后面的这样的展示的话 那我觉得也不会有这样的感觉 把这个项目摊在大家的面前一块来一次诊断 来进入我们的项目诊断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境 刚才那个里面是站了一个人是吗 那个机器人里面 对 现在机器人在舞台上做一些表演 以及和别人做一些表演 但是好像说 它的一些更多的互动形式好像就很少 其实这个是挺尴尬的事情 机甲机甲 它的核心是驾驶 就是大家得是这种真的你进去驾驶机 你说这种驾驶的体验 是不是就是说以后会变成一个 比如说一个成年人 或者说一个大一点的孩子的一个玩具 东西整体比较大 就要相当一个大的机器人似的 对对对 然后你坐在中间 然后就跟玩游戏机似的 抛股它踢腿啊 踩腿啊之类的感觉 对 就让大家感受的什么呢 我把科幻电影中的驾驶舱搬到现实中 我们追求的一定是科幻 我们下款什么可言方案 我们都做已经做完了 因为我没钱投产 所以那个就是 所以特别急需钱是吧 对 我突然间觉得我买一个带着 跟小孩一块 定制大概能够多少钱 百万几左右 一百万上下 这是父子装吗 父子装这个需求 您是第一个 这个就是 我之前可能我们都是企业啊什么 其实父子的这个 挺有意思啊 我们可以回去 这个基本上可以给你买一送衣 我觉得父子装很好 因为他儿子不断的成长 他不用换 他儿子可以每年给他换一个 不断的大的 你这一台机器里面那些 关键的部件 哪些是自己做的 原型机产品来说 我们是零件投产 然后回来自己总装 我把装甲全拆掉 里面是我的一套核心技术 我们叫无助力外骨骼 就这套无助力外骨骼呢 首先咱们有三项发明 和三项实用心形 它能完成什么事呢 实现了两百多斤的东西 它在运动过程中的 支撑负载比是小于一比一的 就是驾驶人的内部是不承重的 这套骨骼就是能够载人 然后轻便的进行运动 是这样吗 你的机器人和国外的美国 英国的这些机器人 你就能给我说 现在你们的研发水平 到底有多大差距 因为我们也调研了一下 就是美国的团队和日本的团队 在这个机械臂这块 我们是希望跟它拉开差距呢 你就说比它们牛还是没它们好 机械臂这块 我相信能比它们牛很多 刚才我们的这个诊断环节 也就先暂到一个段落 网上记录投资谈判环节 看一看我们的12位投资人 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项目的判断情况 来 请表决 那道的资产灯 我们听听理由吧 主要感觉到这方面 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帮到它 在未来的泛娱乐化 IP泛娱乐化这一块 回头刚速可以 看我们的投资人多好 考虑一下没有资源给你 只有钱 他们都不敢勇敢地往前冲了 这个IP应该是比较稀缺的 而且是比较能够打动很多的年轻人的回忆的 那这样的话 这种IP是比较有价值 IP后续的延伸泛娱乐化 那这些投资人有他们的资源 可以帮助他更大的去发挥他的商业价值 想问一下这个市场到底多大 远的方向 我们可能大家自己都在摸索 包括全世界团队都在摸索 但是咱们就说眼前 点出方面或者叫一人经济这块 400亿的人民币的市场每年 你们有没有大概的测量过 如果是走娱乐这个路线 卖给2B的企业 你在市场上一年 大概会有多少台销量 NK01我们大概算到20台到50台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像北京这样的城市 你觉得会有几个 覆盖率大约会有多高 这个还真没这么精确 我觉得你在产品上 你是有很多思路的 但在产品的变现 商业上怎么赚钱 其实真的是在摸索 他确实不知道怎么赚钱 想插一句 我就觉得我前面已经忍了好久 我觉得我给他了一个建议 不管多少人认不认可你 我觉得你能卖10台也好 20台也好 我觉得你只要坚持一条 我就是要做出一个最酷的东西 谁相信我谁有过钱 你回答那些赚钱的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就把你带到沟里去了 单单你确定你的这个主意 不会把他带到沟里 我觉得你就这么讲 什么都不用回答他们 马上我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需要700万 我们只肯出让10% 反正我们就是这么酷 来 各位 做好准备 请出价 来 我们看一下 各位投资人他们的出价情况 汪海波700万 郑刚700万 吴志勇700万 池景昭600万 沪海涛500万 王信仪350万 王球乐300万 你现在看到这个激烈竞争的局面 是不是开心到爆已经 预料到了 那你觉得在目前的这些投资人当中 谁最有可能跟你一块坐上终极谈判席位 这个不好说 您突然间又变得谨慎了起来 因为他不敢说 因为他不敢说 对 你不能不敢说 你不敢说让我觉得 最后你抢头了半天 可能他要牵手的会是别人 我不在意 跟谁一块坐上 我现在就说是 我的最重要的交流队 像是韩磊就够了 哇 这个大标题叫 我的眼中只有你 怎么讲 当时我一段时间 我有一些小哽咽 因为我就想到 当时天使罗的时候 我们融资非常困难 找不到伯乐 大家都不认可我们这个方向 甚至说有人觉得我们是骗子 到今天有这么多优质投资人 在现场出资 愿意投我们 包括抢着投我们 真的是感觉 怎么说呢 就是既对自己有些欣慰 第二个也是非常感谢 这些伯乐对我们的认可 你觉得谁更有可能 你就可以跟他来提问 我想问问郑光老师 您跟我们的项目 有什么资源上 什么的对接吗 我一定要倾我最让努力 把我的各种 各种优势吧 都讲出来 所以我特意地在这个 纸上写的 大概列了五六条 条七条 一直看 怕我忘了说 肉了哪一条 你知道吧 我们基金现在定位的是 泛娱乐 比如说打造IP 有可能做动漫 或者动漫影视 还有智能硬件 以及包括社交的 这种产品的投资 我现在就已经有一个 影视动漫制作团队 如果你想拍电影 如果你想做动漫 直接电影游戏 马上可以为你所用 这边投了很多的这种 泛娱乐的公司 也投了包括游戏 电视 门创的一些项目 所以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觉得把你的产品 跟这些项目对接的话 我觉得是很好的 一个应用场景 这方面可能给你带来 很多的一些资源互补 我一定要投到你 至于资源的话 我觉得你待会把我 请上去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比他们更多的资源 这是用另外一个 我得跟你学着这个口才 我觉得竞争既然这么激烈 不能只让七百万的说 让我们五百万的 也有一个表达的机会 我们在娱乐方面 有超过十年的这种投资 最好的一个优势 就是说我们是一家 A轮B轮为主投资的公司 所以我们的公司 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好 所以你是跟一些 好的这些公司去合作 而不是和一大堆 都在处于天使界 还不知道自己死活的公司合作 所以这方面 是我们一个很强的强势 最少的人也要争取一下机会 给到三百万 但是觉得你自己的信心不足 像你这么一个炫酷的东西 一定要用气场 拿出你的气场来 好的 谢谢 我觉得这一课的选择 比最后一课的选择还重要 我觉得得让你们俩 把自己的功效提前发挥一下 这个好难 这个好难 对 这个其实不难 那个白总 钱说话 把下面那一排都抹掉 对 这个 这个我也支持 吴总其实是个学霸型的人 但是他也透露了考试的秘诀 先把一些其他的先删掉 再从三个里面 再精选一个答案 我倒从于吴总说吧 下面一行先抹掉 然后如果钱都不舍得给 还说什么 下面一行加起来 钱比上面哪个都多 作为创业者应该这么考虑 就是你给我那么多钱 我不知道你爱不爱我 但是你不给我这样的钱 我知道你一定会 对的 对的 我不爱我 好 这一招很绝 我觉得对于你这个项目来说 它还是挺面向未来的 当下是看不清楚 如何赚钱的 这个时候就考察的是 投资人到底懂不懂你 以及你喜不喜欢他 你可能也要判断一下 每个人可以在你这项目 花多少时间 有诸如此多大的热情 这样 别人我不知道 至少我知道我自己 我如果去投你的话 我认可你 我天天就未信传 我觉得今天像一个表白日一样 对 来 韩磊 你需要来做选择了 你会选择谁 进入到我们的终极谈判 得罪人啊 我跟你讲 你这个人非得罪不可 对 明白 其实心里有数了 有数那就是不好 就是不是在组织语言吗 不好说出来 对 选谁 对 快说 就郑刚老师 郑刚 好 好 按照我们节目的规则呢 郑刚 以及抢投成功的米磊 将携手进入我们的终极谈判 来 有请二位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关键 好 两位请坐 二位目前的投资额度都是相同的 而他们对这个项目的心情也是相同的 只是一个人手更快 抢投成功 我们只有最后的30秒钟的陈述时间了 是一个力挽狂澜的时刻 我认为和正终相比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技术资源上 能够给这个产品带来非常大的体验上 和性能上的提升 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零配件 包括未来 无论是在硬科技 黑科技 甚至科幻上的资源 我们都能给到它 你要想进入一点 真的像乔布斯一样的 它有个很好的产品 营销的资源不是那么重要 而最重要的是产品的资源 而这块我们恰恰能帮助到你 我们在机器人领域投了大量的公司 包括机械臂 底盘 激光雷达 双目视觉 包括卫星公司 就是我们投的 其实都是基于未来 基于科幻的 我们使在这个领域 进了大量的这种技术产品 都可以帮助到你 我相信我从各个方面都能够帮助到你 我们是一无反顾 一杆子撒到底这样 好 像这样的创始人士我非常喜欢的 就简直是叫做 好像天上掉下来的 的李妹妹这样 你无论如何 你一定要去爱其他 一定要去保护他 一定要把他捏在心里面这样 但是呢 我说了 我还是没有把握 因为对方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人 这个他们所做的事情 也非常OK的 总向两位投资人 各位拿出你们手中的表决器 给韩磊一些建议 来 请表决 49%投给了米磊 51%投给了郑刚 韩磊 5秒钟 终极思考时间 继续开始 你的选择是 其实我在最后选择之前 我想感谢一下大家 就是感觉 大家认你 或者说大家 真的理解你了 但是呢 我们只能选择一位 所以我的选择是 郑刚老师 谢谢米磊的抢投 还是应该谢谢你 最初的那份感动 我是抢投的 另外一个 我也表达了极大的热情 对这个项目 但是选手 最后还是很遗憾 没有选我 我认为问题 出在这个选手 还是过于看中 营销方面的 市场方面的资源 而忽视了一个创业的项目 核心是要把产品做好 产品做到极致 实际上营销的事 是很简单的 选择郑刚老师 可能是基于一些 比较务实的考虑 因为我们对郑刚老师的基金 多多少少有些了解 我们认为可能 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打款会比较快 恭喜郑刚 来 二位 可以在我们的现场 完成投资意向签约 有请 好 谢谢投资人 对项目的青睐 也祝贺我们的选手 谢谢两位 拿到这笔钱呢 我们就可以马上开始安排投产的问题了 不出意外的话 相信明年三月份左右 我们的驾驶舱市产品 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带着情怀 他从媒体人转身为餐饮人 我们是把行政区号 变成文化符号的一群人 这就是乡丑 一碗小小的凉皮 能实现他的梦想吗 没有这个数据 你拿来做运营呢 简直就是 为什么亏你都不知道 这种消费升级我不同意 带着服务业16年的经验 他重新上路 打造中国汽车户市场服务第一次 好得太坏 老将雄心遭遇质疑 做的服务的内容上来就太多了 先分区域一步一步地做起来 我倒和反应风的观点蛮相反的 惊叹 质疑 欣喜 投资人和创业者 跌宕起伏的精彩碰触 竟在本期创业英雄会 创业英雄会 节目选手服装 由金霸男装特别赞助 金霸男装更好版型 更好夹克 让我们一块来关注 下一位创业选手 石嘴山是贺兰山脚下一个美丽宜居的森林城市 我们当地人特别喜欢吃凉皮 满大街都是卖凉皮的铺子 和常见的陕西凉皮不同 传统的石嘴山凉皮手工制作 独特的工艺加上精心配置的调料 有着独有的味道 有一次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对我说 我在全国各地到处跑 每见到凉皮的时候都想去尝一尝 就想吃到自己家乡的凉皮 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吃到的 2014年我们对凉皮进行了改良 创办了0952 我要让在外界的石嘴山人 都能吃到自己家乡的凉皮 也要带领我们当地的凉皮产业走出去 每个人都爱自己的家乡 我用自己的方式去爱它 这一刻大家会觉得有些奇怪 本来应该是我们的创业选手 站在舞台上开始他的路演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他现在正在美国张罗自己的第二家 连锁店的开业 所以他不能亲自来到现场 但是他委托了自己创业团队当中的 一位小伙伴 好 现在让我们来欢迎他的创业小伙伴 马莎 欢迎 你好 马莎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 我在资料当中看到 马莎学的是传媒 但是现在怎么就转行了呢 其实是因为我在做纪录片的时候 我就是经常回到我们家乡宁夏 去做一些我们的风土人情 历史民俗的一些纪录片 然后我就在想 既然我们宁夏这么多好东西 都没有带出去带给大家认识 我们真的想做一些事情 把我们家乡的好东西带给大家知道 让各位能够真正地了解 并且爱上你的家乡 这是我所理解的你们的创业的初衷 好 现在舞台交给马莎 让她代表自己的团队 跟各位来开始他们的路演 来 有请 大家好 今天我带来的项目是 0952宁夏凉皮 0952是我们宁夏石嘴山的行政区号 我们之所以把它作为我们的品牌 是因为代表着我们对家乡的一种 深深的眷恋 我们是把街边小吃 做成街头文化 把行政区号变成文化符号的一群人 在北京 南京 以及美国的旧金山 都有我们0952进驻的身影 我们立志在今年要完成团队搭建 中央工厂 中央农场 以及培训中心的建立 其中呢 中央农场与中央工厂 是要完成原材料的种植 生产 加工制造 并且呢 这一系列的环节 我们将回归到我们宁夏 石嘴山本土完成 我们要让大家真正的品尝到 宁夏特色的风味小吃 在未来五年之内 做到0952 到达国内五十座城市 海外二十座城市 年销售额突破两个亿 今天0952的融资需求是五百万 会释放百分之十的股份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是我们的宗旨 我爱家乡 我爱0952 我爱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玛莎 谢谢 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 玛莎真的很爱大家 准备了自己的凉皮 是的 请我的小伙伴们 塑上我们的凉皮 大家能看到 我们的凉皮包装是很特别的 我们有一个腰风 还给主持人备了一份 还给主持人备了一份 是的 我看到前排的观众 都 我忍住了 谢谢 主持人好大方 这位美女有口福了 我距离这么远 都闻到香味了 都在吃了 你看 他们吃着 咱们聊着 这个凉皮 跟其他全国各地的那些 能够做凉皮 擅长做凉皮的人 做出来的产品 有什么不一样啊 我们宁萨石嘴山 它是一个工业城市 工业城市在上个世纪的时候呢 就有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人 来建设这座城市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凉皮 它已经被五湖四海人的口味 都见证过 今天12位投资人 基本上就符合了 你全国各地的要求 因为他们的籍贯各不相同 我看米磊吃得特别的认真 米磊老家是哪啊 我认识陕西人 陕西人 像陕西人啊 如果是到了外地 然后呢 回到陕西 第一件事就是吃完凉皮 好 现在这碗宁夏的凉皮 摆到你的面前 评价一下 它这个 有些面筋 做的是很筋道的 辣子 包括这个 整个的这个汤汁 调的这个口感都很好 好吃是好吃 但是这个项目 到底是不是也这么好 我们就得好好诊断一下 来 进入我们的项目诊断 都是凉皮 为什么还会有什么 陕西凉皮 宁夏凉皮 味道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跟你讲 西北五省 谁都说自己家的凉皮 最好吃 谁都说自己家的羊肉 最好吃 但是每个地方的风味不一样 放这个黄瓜和香菜 青海凉皮不会放的 兰州的凉皮 就会放芝麻酱 是别的地方也会放的 有一些细微的不同 这就是什么呀 总书记讲的那个话 这就是乡愁 真的 是一份记忆 一份记忆 真的 你要知道 无论人在哪里 吃到一口这个味道的时候 他就能想到 他的宁夏的家乡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白总 我破练冷水啊 刚才您就讲 每个省的这个凉皮 都还不一样 就证明 宁夏的凉皮 可能最喜欢吃的 是宁夏那个地方的人 那吃不吃的太小了 比如说我们在西北五省 的时候呢 在自己家乡的时候 都会打自己家的 这个凉皮最好吃 可是你一旦到北京 或者上海的时候 你一旦吃到一碗 西北凉皮就不一样 你到国外的时候 他已经悄悄地 改成叫西北凉皮 对 你一旦到国外的时候 你能吃到一个 中国的土产 一份凉皮的话 又不一样 那叫中国凉皮 对 而且我想问一下吴总 请问您的机关是哪里呢 贵州 我知道贵州的羊肉米线 非常好吃 所以我就只喜欢吃那个嘛 是 那您觉得 那您觉得是不是 羊肉米线还是要回贵州 才能吃到好吃的呢 贵州人也会在北京 开这种店 所以我也会经常去 贵州人开的那种小吃店 他既然在北京开店了 那肯定吃的 就不光是贵州人 对吗 肯定还有北京人呢 还有其他的在北京的外地人 都会去吃 但是我估计 吃了之后 最乐意分享的人 一定是有香愁 有适应这个口味的人 对 没错 我们也是像您这样想的 就是先从本地人入手 我们做人际传播 我不同意志勇的观点 我不是那个西北人 但是我吃了这个凉皮 特别好吃 我刚刚已经把它分享出去了 不一定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你只需要把味道做到最好 就OK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 我还是挺支持的 谢谢 我自己其实特别看好 这种业态吧 我觉得是一种消费升级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市场 你看他们市场都到国际上去了 对 在美国旧金山 当地的人 他们能接受凉皮吗 我指的不是说华人 而是当地的人 首先肯定是由华人带动的 外国人喜欢开party 他们开大party的时候 都会订我们好多几十份 五十份六十份的凉皮 这样子订 马上我有一个担心 你就在想一个大part 然后这五六十个人的嘴里 都一嘴大蒜味 也是够可以的 你想 如果大家都吃蒜的时候 就闻不到蒜味 其实回归到你这个项目本身 刚才这个吴总的担心 是说怕你这个规模做得不够大 那我们现在以北京为例 到底开了多少家店 每家店的流水怎么样 这个问题可能对我来说比较专业 因为您也知道我的出身是什么 所以我想邀请我的小伙伴上来可以吗 没问题 来 邀请我的小伙伴陈亮 好 欢迎陈亮 关于销售的数字 你可以给出我们准确的一些描述 对吧 应该可以 好 从14年开始到15年 先后开了四家店 15年的销售总额是在300万不到 一碗多少钱 一碗12 是做给我们吃的是这么大一个分量 卖12 还是你对外就是这个品质 这个价格 您也看到了 我这个盒子只能装这么多 我要想给您再多装 还真没法装了 对 我觉得12块钱是非常便宜的 单店面积大约是在多大 北京的单店面积在二三十平 评效是多少 对不起 没听清 你的评效 线下连锁传统的快餐 一个最主要的指标 每个月的销售额 出于你这个每个单店的平民数 你再加上你毛利就知道你这个获利能力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数字没有算过 就是连锁行业的气息 你们没有这样很好团队 是的 我们缺乏很好的一个运营的专业团队 我想了解一下咱们的未来的这个店的扩张策略是要坚持直营呢 还是也会考虑加盟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加盟是我们暂时还没有考虑过 但是是可以以合伙人的方式来做的 怎么个合伙法 就是以城市为单位来这样合伙 共同投资互持股份 共同经营的这么一种模式 明白 这边也想对全国餐饮类的创业者说一句话 就是说你的评效比 就是做餐饮 其实你要从采购到你的运营 到你的翻桌率等等这样的一些 非常重度的运营的一些指标 都是要去考核的 餐饮是一个非常重运营的一个行业 就是你的亏损盈利 基本是在你的运营中体现出来的 如果你运营得好的话 任何一个项目都可能去产生一个盈利点 但是这个运营也是正是最苦最累的 想问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 就是北京的这不有四个店了吗 这每个店都是赚钱的吗 我现在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其实北京市场是亏损的 我们在北京的四家店呢 暂时是已经关店了 我们现在正在寻求新的地址 开新的旗舰店 所以只能暂时凹凸先过渡着 那你们这个凉皮是手工制作的 还是机器做出来的 是主要是靠手工 你刚才说的过程当中的制作 可能是有手工的成分 就是我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能不能尽量的用机器的制作 然后也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口感 机器的我们也在考察 因为这个人工它一旦达到一定量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 就是我们的成本会升得很高 所以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尝试 但是在这个我们对它没有认可之前 我们是不会轻易走这步的 这个东西如果放在国贸那些 那个CBD那去卖的话 我觉得会非常的好 我给您讲这是一件特别伤心的事情 因为真的北京的其实这种营业房太难找了 你不是送外卖吗 我们公司每天中午100个人吃 明天就送 你明天可以送我们公司 就这么定了 好 谢谢各位的项目诊断 谢谢大家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 我们12位投资人对这个项目的初步印象究竟如何 请按灯表决 为什么灭你灯呢 评效是这个行业里最基本的一个数据 没有这个数据你拿来做运营 那简直就是为什么亏你都不知道 当时我看到只有四个人给我留灯的时候 确实心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但是不过投资人对我们说的话 确实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我们真的是缺乏在运营方面的专业管理人才 所以我们还需要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吸收人才来壮大自己的队伍 就马莎本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完全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的范儿 但是我觉得可能他们这个团队和他都需要的是专业 经营管理的专业性 注意到一点你说哈你还做农场 延伸到这么广的这个产业链上去 我是蛮担心的 你要想把它做成一个品牌 我觉得它是蛮难的 我特别好奇一点是 为什么迷了也灭了灯呢 刚才这个吃的还给了这么好的一个评价 还是西北老乡 主要是我们投硬科技不投餐饮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在这个陕西凉皮已经是做得非常好的情况下 你要去说服大家去不吃陕西凉皮 去扔下凉皮 你的教育市场的成本太高 不需要再问了是吧 我们的创业团队希望拿到的融资是500万 出涨10%的股权 好各位有兴趣的投资人请出价 好最后有两位投资人出价了 我们来看一看 董上斌400万 汪海波100万 我们现在请两位进入到我们的终极谈判 马上进入终极谈判环节 好两位请坐 他们二位呢都希望能够投资这个项目 只是他们的出价各不相同 我们现在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你们在整个的商业模式啊 还有整个团队啊 包括你们的这个思路上都还需要打磨 所以我只能按照这种早期的这种价格来给你们 但是我会给到你们很大的帮助 好吗 好 两年前一个北京做水饺的人 然后在晚上一点钟 带着水饺到了上海 在吃了这碗水饺之后 我就决定投了他 在今天吃了这样的一碗凉皮之后 我有同样的一种感觉 二位 你们觉得要给我们创业团队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他们是一帮做电视和传媒的人 蹦出来做这个连锁做餐饮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这只是个载体 我看好他们以后利用这个载体去做其他的一些文化传播 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一件事情 好 这个我倒和白玉峰的观点蛮相反的 当年我们做三W咖啡 就是觉得我们要在咖啡馆之上做很多很多东西 结果事实证明我们当时输得特别惨 房租都交不起 然后断了现金流 发不起工资都发生过 直到后来我们觉得说 你开咖啡厅本质它就是个咖啡厅 就像你做凉水店 本质上它就是个餐饮店 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学的教训 他们对品牌的意识很强 这也是很多做餐饮行业的一些创业者所忽视的 大家觉得说我可能是做凉皮的 但是不 你是在做一个有品牌的凉皮 你是做一个地方特色的凉皮 所以很多餐饮创业者就是往往把自己陷入到了 我只是个凉皮而已 他没有有一个品牌的意识 我这是这个团队强的地方 那相对的选投资人而言 可能说谁家真的有投资过餐饮连锁 好好地让别人帮助自己整理一下思路 如何真正地把这款凉皮做好 把凉皮的店开好 现场的各位观众 如果你们是创业者 你们的选择究竟会是什么呢 来 请投票 好 董湛斌先生收获了69%的支持 汪海波先生收获了31%的支持 我们可以先问个问题吗 好 请问 我想先问一下汪总 您前面有没有投过餐饮类的项目 你们真的有可能舍弃400万而选100万吗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好 你问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我还真投过一个连锁的甜品的 在北京也做得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这些应该可以给到你帮助 我觉得选手一定会选我 因为我觉得 虽然我的价格比董总出的低 但是我更了解这个行业 因为我之前也投过类似于这种快销品 而且这种餐饮连锁这种行业 我想问一下董总 您前面投的这个石脚店 他在您投前和投后他的这个变化 在我们投之前呢 实际上他在北京只有一家店 我们的资金是帮他在河北开了一家工厂 一下子把产能扩大 今年会开到30家店 而且每家店都会盈利 二位都已经表达得很充分了 接下来是你们的选择时间 来 请走向两位投资人 五秒钟的时间 让你做最重要的一些思考 来 继续开始 你的选择是 首先我要感谢董总对我们的支持 首先被感谢的人在以往的节目当中 好像都是出局的人 再次感谢汪总 谢谢您 那么最后我的选择是董总 好 谢谢 好 谢谢汪总 谢谢您 最后选手没有选我的话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吧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创业者 他看重是在前述的多少 但我认为很多的基金 他可能在布局上会去做这种考量 但是并不代表他一定懂这个项目 而对于选手来说 他选择一个最好的投资者 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因为基金他投坏了一笔 没有问题 但是选手你拿错了一笔钱 你可能你的项目再也拿不到融资了 也祝贺董战斌先生 赢得了我们的创业团队的认识 接下来在我们的掌声和祝福当中 我们一块来见证 他们的投资意向签约 有请 让我们用掌声感谢 董战斌先生对创业者的支持 也祝贺我们的创业团队的代表 马莎 欢迎大家继续索的频道 关注我们正在播出的创业英雄会节目 创业英雄会选手服装 由近发男装特别赞助 近发男装更好版型 那未来我们要开拓的是我们的保险业务的销售 未来同城的快递的业务 我们目前已经加盟了1561辆移动新活服务车 已经可以覆盖到1700多个曲线 16年底我们目标是5000辆移动新活服务车 要覆盖全国 这次出让10%的股份 融资800万 欢迎史元正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你对整个的汽车后市场 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的汽车保有量国家 目前就是跟汽车后市场有关系的 大约有3.7万亿容量的未来的市场 我觉得市场特别大 我在12位投资人当中来做一个市场调查 12位投资人当中有谁开车 曾经出过状况 需要汽车救援服务吗 来请举手 我们看到123456 有6位 就拿北京来说 我们的这些投资人 他们如果需要用你们的服务 在多短的时间当中 你们的救援人员就能到达 打个电话 担个小时 肯定会到了 肯定会到 关于项目的更详细的情况 一起来进入我们的项目诊断 像我们创业者提供的这类的服务 对于所有的驾驶人员来说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需求 我很担心这一点 这种事情是低频次的还是高频次的 这个事对于频率来讲 它是个低频的 但是它的绝对值 一定是个不小的数字 因为我们整个目前 中国应该有1.46亿车辆 我所统计的数据啊 救援的比例至少超过千分之五 我如果是一个车主 反正我都买了保险 如果出来问题 打我的保险电话 他来和通过这个下个单 来一个星喉过来修 到底差别在哪 我本身就是在承接保险公司的这些救援的业务 他们有这种救援的需求就让你们去做了 对对对 是保险公司的单更多 还是个人的那个更多 一半一半吧 一半一半那已经挺厉害的了 就是个人已经很大了 整合资源类的服务项目 它是应该在现代社会里 其实人口越集中的地方 可能越有需求 越有这样的客户群 我看你在全国 你说有1700多个线都覆盖了 这个还有1500多辆车 这个是怎么来的 其实我本身就有自己的一块轮胎的业务 我的附网点本身就有6000多家 那么这都是我能够快速去复制成功的一些资源 你现在的这些腐化的这些创客 他是专职来做你这个事情 还是坚持来做你是 专职专职 他们现在盈利吗 每个月在你这个平台上的收入能有多少 我现在的量还是不大 现在的量不大 那他们养活不了自己怎么办 我来逐渐的来帮你加业务 听你介绍就是一个共享经济一个平台 其实在平台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性 就是说如何能满足你的加盟 你的平台的这些车辆的一个 就是它的能够收入水平 有量 对 你刚才说的你单次很少 因为你现在这1600多台车 是全国分布在多少个地势呢 差不多是可以覆盖到1700个曲线 建议是你先把一个区域里面先做好 然后再去发展到全国 对对对 必须摸出来一个你的认为的一个比较好的模式 你才有可能去复制到全国 对 现在跑得太快了 他说的这点非常对 实际上我们也投过类似这样的汽车后服务市场的公司 刚开始的时候 创始人也是理想非常大 我一下全国开 后来我们把它限制到你只在两个区域开 把模式做出来 上新计划系统 上了新计划系统之后 你要保证到这些车辆有足够的饭吃 它才会对你中心 那么这个需要时间 你做的服务的内容上来就太多了 你懂轮胎也有这个渠道 我觉得你就换轮胎 从这一项开始做 你可能能做得更好一些 好 谢谢我们各位嘉宾的诊断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项目 让我们一块来看看 12位投资人 他们对这个项目的初步判断 究竟是什么 来请按灯 目前场上只有三位投资人 有可能会投资这个项目 你刚才讲是出化的吗 然后现在团队股比是什么样的 持股比例 团队持股是30% 股份比例很奇怪 可以这也是投资人 很多人想放弃它的原因 因为要知道 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在谁手里 是不是它能控制的 对公司未来这是个基因问题 融到这个钱之后 你到底有没有想清楚 就是怎么花这个钱 我拿到这个钱 我更多的就是能够快速的 能够把我的网络搭建的更有实力 应该这样说 这个网络需要信息化 需要真正的把用户端和服务提供方 用信息系统去给它对接起来 介绍里面 你有说你木来的资金 我看基本上有一半要去做补贴 要去做推广 千万不要这么干 如果要干的话 我觉得你的钱基本上会打水漂 三位投资人思考一下 我们的需求是800万 出涨10%的股权 来 请出价 来 我们看一下12位投资人当中 持紧招 出价500万 我们谢谢投资人 最终投资人只有一个人留灯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创业者 他们自己占30%的股份 所以这样的资本结构 对于独立的VC 对独立的投资人来说 这个结构是大家不喜欢的 现在你的选择是跟池先生 在我们的现场完成签约 或者是你有其他的想法 完成签约 完成签约 好 来 请二位一起坐上我们的 终极谈判席位 马上进入 终极谈判关节 好 二位请入座 池先生刚才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对这个项目表现的 让我们看出来那么的兴奋 究竟打动你的是什么 它可以跟我投资的其他企业 能够产生这样的互相导流量 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其实有大量的这种车主 和C端的客户 我想未来其实是可以做 很多这样方面的互相导流 这样的一个工作 合作的空间非常的广泛 我觉得今天这个投资人提的 建议真的是很好 我觉得好多东西真的是要落实 尤其是先分区域 一步一步地做起来 扎扎实实的 不要刚开始就头大 其实每一盏被灭掉的灯的背后 那些理由足以支撑 让我们更好地来改进自我 调试自我 走得更好 我看到这个团队 它扎实的一面 就是它所有的团队的核心人员 都是在轮胎 救援 行业 十几年的经验 对比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 创业的年轻人来说 这个服务的根底是很扎实的 其实我们已经接触过 很多共享经济这样的平台 我发现做得好的 往往团队背景 都是做了十几年服务行业出身的 正像史先生做了16年 对 因为他需要一个非常精细化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流程 其实这活不好干 是一个很苦的一个活 真的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团队背景 也是我比较看重的 来 请上工作人员 送上我们的投资意向书 来 祝贺两位 掌声送给他们 虽然我跟这个选手成功的签约 但是我还给他一些忠告 那就是一定要踏踏实实做好服务 高品质的服务质量是核心 是根本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 每周五晚间的21点52分 锁定央视财经频道 收看我们的创业英雄会 创业英雄会栏目 由中国一气红旗品牌 独驾冠名播出 创业理想 红旗相伴 好 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创业者 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完成和资本的牵手 我注意到 当我们的创业者走上台 来跟我们的投资人 面对面沟通的时候 往往投资人会有一种 焦急的感觉 那就是你没有 很好的沟通到位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 就是颜值和沟通 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沟通能力是 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外在美和内在美同样重要 但是沟通是体现 你外在美的一个必要的手段 不能够充分沟通的创业者 一定是他没有把事情想清楚 CEO叫自带流量 你的形象也好 你的沟通也好 这就是别别条件 真正的沟通实际上是 你真正的要有真材实料 而且要有真心实感 2017年许都 CS Tom队 新特 版 回遍 新特政产 新非诚团 新発创业